今天分享几个 抗恶解馋最好吃的 宝藏低卡主食 第一个是一个超大号血鱼棒 这么一个真的跟我手掌一样大 这真的很大一个 这种爆炸好吃 它是非常浓郁的一股海鲜味 吃起来鲜甜鲜甜的 这肉还可以这样一丝一丝的吃 中间还有虾肉的夹心 吃起来老肥妹了 而且这么一顿就150多大卡 简直去的姐妹完全可以把它当初吃 第二个是个黑椒牛肉片 我刚给它解冻来着 它是已经腌制过了的 都是很大片的 上面还有黑胡椒颗粒 还有纹路在的 很好吃 就很浓郁的一股烟熏味 而且肉质一点都不柴 很嫩 咸香咸香搭 这样端吃的话会有一丢丢丢丢鞜 这跟我们平常那个清食店的那种午餐肉是差不多的 可恶了是牛肉片 平常腿肠的时候来几片 就很扛饿 还可以加在面包里做个三明治 就妥妥的清食菜 第三个是蛋白棒 我这次买的是小根的 这种分量给我吃刚刚好 这个是黑巧摩卡的 好像是新口味 打开就是淡淡的一股咖啡味 一口咬下去软软弄弄的好好吃 它外层是黑巧脆皮 而且这个一点都不甜 一根也就一百大卡出头了 这个口味跟那个布朗尼就很适合那种不耐甜的宝子 再来吃个生日蛋糕 这口味我之前没有吃过 我超想吃 这颜色真的特别的好看 它外面都是糖果点缀的 而且闻起来超香 赶紧浅散口吧 嗯 这口感超丰富 它里面的夹心应该也是蔓越莓 酸酸甜甜的吃起来 尊都很爱 还蛮有饱腹感的 超好吃 甜甜的 比刚才那款肯定是要甜的 但是很好吃 确实有点像在吃蛋糕的口感 早上的时候来上这么一根 再搭配杯咖啡 别提有多幸福了 最后一个是我买的一个 七色糟米饭团 这个老便宜了 开袋及时的 贼方便 长得有点像黏豆包 吃起来就是软软糯糯的 基本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做粗粮的话 就是非常的管饱 一个也就130多大卡 而且它的配料比较很干净 就只有七色糟米和饮用水就没有了 非常干净